回到台式新闻全球现场来聚焦台中警方日前巡逻时 行经崇德路柳阳街口 发现一名20岁的彭信男子闯红灯要上前盘查时 他不断地鬼打墙谎报别人身份 然后趁机落跑 原警见状立刻大喊支援并且追上前 而当时有一位休假女警发现立刻加入了追捕行列 跑到鞋子都掉了还是一样继续追 最后一个情报逮到了彭信男子 事后警方调查发现 原来他是一个通气犯 担心被逮 所以跑给警察追 白男子步行闯红灯 被巡逻远景拦了下来 白男子不断鬼打墙谎报身份 趁原警不注意把腿就跑 男子没站离远景先跑了再说 远景一跑白米速度上前追捕 这次时候一名光着脚腰的女子 出现在镜头前 一句我帮你女子冲向前情报 顺利压着男子 而这名赤脚女子正好就是派出所女警 排中警方日前巡逻行经重得 陆于柳洋借口时 发现一名二十岁的彭信男子 步行闯红灯上前盘查 彭信男子不断谎报别人身份 还趁机落跑 就在远景追捕时 碰巧被休假在家的灵性女警撞见 女警顾不得只穿了拖鞋 立刻冲出门 站在路口想抓人 跑连鞋子都掉了 一样继续追 刑犯我们查起来他才二十出头 刑犯那本身 涉及了巴比的一个通气案 警方事后调查发现 原来彭信男子是名通气犯 一位担心被抓才会跑给警察追 幸好有热心女警的赤脚情报 及时支援 总算带住彭信男子 将他移送法办 接着我们知道 王东山台中 差不多